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九四零章老首长 老首长 我对不住你啊 王二刚突然砰得跪倒地业老太爷的跟前 老泪纵横 起来 老子铁血军团的人什么时候哭过 这些年你都干什么去了 给老子交代交代 业老太爷走上前 扶起王二刚 老首长 我当年已经是废人一个了 留在部队也没有用处 我便回到了老家 大泽乡战斗那次我们死了不少的人 在那里有一个一革命纪念地 所以我就留在那里看门了 本想守着我们那些死去的兄弟 可是没有想到这块地被开发商看中了 要强行征收走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来找你的 我没用 我连那块地都守不住 王二刚激动地说 要不是 你没办法了 你小子是不是到死都不来见我 叶老太爷瞪了他一眼道 我十几个警卫 也就剩下你了 如果连你都去了 留我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来了就别走了 那里的事情 我会处理 可是老首长 我 王二刚欲言又指 你什么你 你家有子孙 叶老太爷一瞪眼道 没 我一个瘸子 谁愿意嫁我啊 王二刚自嘲地说 也是你小子自己做 当年要是留在部队 我给你安排一个文职 再怎么样也不会混到老婆都逃不来的地步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这么绝 你的腿是因为国家而废的 给你养老是天经地义的 叶老太爷倒别走了 那边的事情 我会找人过问 我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 连红色纪念地都敢强拆 我扒了他祖坟去 叶老太爷的脾气也上来了 直接找到军部 把这情况说明了一下 叶老太爷亲自过问 军部不敢怠慢 连忙派人到地方上去查 结果这一查 又揪出来了一堆村霸地匹和当地乡镇领导不为人知的事情 结果导致大泽乡一大部分相关人员罢免 主要领导被问责 而开发商被查出来很多问题 直接蹲大狱去了 之后全国又呼吁保护红色革命纪念地的口号 这些都是后话 王二刚的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他一个几十岁的老头子 半截身子都入土了 老太爷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 非要让他留在身边做警卫 其实老太爷那个时代的人都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骤然见到一个老部下 这简直是比亲人还亲 留在这里也好 至少他不会成天被闷的吃不下饭了 把王二刚的事情安排好 叶浩轩就离开了京城疗养院 就在这个时候 石倩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叶浩轩心中一动 邵清莹刚刚醒来 邵氏这段时间改变的不少 他重掌邵氏以后 叶浩轩生怕他力不从心 所以就交代过石倩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找他 石倩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是不是公司出现什么事情了 叶浩轩带这疑惑的心情 接通了电话石倩 是不是邵氏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大事 只是邵总看了你持股的几个配方 说要约你谈谈有关合作方面的事情 如果你有空的话 下午到他家里去一趟 石倩道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叶浩轩犹豫了一下 又问道 他的身体怎么样 邵总的身体很好 只是有些东西 他忘记了 石倩沉默了片刻道 叶医生 我真的怕我有天会忍不住 把你的事情告诉他 邵清莹醒来以后 并不知道 叶浩轩执掌邵氏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曾经 以自己的未婚夫身份自居过 而且叶浩轩也叮嘱过 邵氏的人 不让他们把实情告诉他 生怕他的思想上 会有什么反弹 为什么会忍不住 叶浩轩笑道 因为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很重要 今天第一天上班 他看了养生酒项目 看到了你的名字 发了半天的呆 然后他问我 是不是他忘记了一些东西 他说他心里 好像失去了些东西 很难受 石倩道 叶浩轩微微叹息 看来 自己在邵清莹心里的地位 仍然不低 但那又能怎么样 有些事情还是忘了好 否则的话 只会让对方伤害的更深 石倩 一切顺其自然吧 尽量不要在他跟前提起 我和他的事情 记起来 就是记起来 忘记了就忘记了 叶浩轩道 好的 一会见 石倩说完 挂断了电话 掐断了电话 叶浩轩握着方向盘 正正地看着前方来来往往的车流 良久他才叹了一口气 发动了汽车 向邵清莹居住的地方驶去 邵清莹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 他没事的时候 还是喜欢看书 他的生活 一切照旧 他翻了几页傲慢与偏见 感觉到心里 少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无心看下去 他把书 随手放到书柜里 拿起桌上了咖啡 挫了一小口 他一转头 一眼瞥见几本中医 基础静静地躺在书桌上 少清莹微微地一睁 他的书 一般都是哲学或者经济学的 什么时候书桌上 多了几本中医基础 这是他的书吗 他拿起那几本中医基础 细细地翻了几页 上面都是一些半文言文 文学功底稍差的 根本看不懂 而且 上面一些尖色难懂的地方 用笔标注了出来 这是他看书的习惯 不懂得都标准出来 然后回头查阅资料 看那熟悉的笔记 正是自己的 他低下头思索了片刻 却没有一点结果 他有些苦恼地放下手中的书 然后有些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他记不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本书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 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少青莹整了整凌乱的秀发道 进来 门一开 石倩从外面走了进来 少总 少爷来了 让他进来吧 少青莹淡淡的说 好的 石倩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片刻以后 少青州走了过来 事情败露后 被关了许久的少青州脸色有些苍白 他的眼眶深陷 就好像是一个大烟鬼一般 他的神情有些畏畏缩缩 他不敢直视少青莹的双眼 进来吧 少青莹端起手中的咖啡 淡淡地说了一句 站在门口犹豫的少青州 这才微微缩缩地走了进来 走路的过程中 他的头都是低着的 他不敢看少青莹一眼 抬头 挺胸 你是少氏唯一的男丁 你这服样子 让我很失望 少青莹淡淡地说 姐 少青州叫了一声 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下的地板 好像那地板上的图案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品一般 我让你抬头 少青莹突然力声道 他突然举起手中的咖啡 砸在少青州的脚下 啊 少青州吓了一跳 他连忙后退了几步 做出一服 随时都要逃跑的样子 你的勇气 哪里去了 知道吗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有问题 在你绑架我的当天 我就知道是你 当时我很高兴 少青莹道 什么 少青周猛地抬起头 不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 在我的印象里 你一直是一个奶油小生的形象 你一向逆来顺手 与世无争 我一直当你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可惜 我错了 我全错了 我不知道你的心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成长到这么可怕 你知道吗 在煽动时候 我知道是你 我甚至有点开心 我觉得 我的弟弟长大了 有想法了 敢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了 只是悲哀的事 你是我弟弟 少青莹眼角有些湿润 他继续道 我从来没有想到 你会这样想我 原来在你眼里 我是一直霸这少士的大权不放 你认为 我现在的位置 原本是你的 不 不是 少青州脸色煞白 他连说话都有些说不全了 不是吗 你是不是觉得 爷爷把少士交到我手上 对你是不公平的 少士原本就应该是你的 对吗 少青州 你可以看看你现在样子 少士交给你 我保证不出两年 少士就跟别人性了 你很委屈对吗 你只看到了我风光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 我为整个少士付出了多少 少青莹立声道 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是畜生 我狼心狗肺 对不起 少青州流下了泪 想掌管少士 可以 我现在把大权给你 这是人事任免书 我少青莹从现在开始就辞去少士首席总裁之少 交由你少青州管理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玩得转 少青莹重重地把一份文件拍在了桌子上 这是人事任免 我现在以少士最高领导者任命你为少士集团实权总裁 在这里 签上你名字 少士就是你的 签 少青莹甩过去了一支笔 少青州的心头狂跳 他本能地看着桌子上的那份协议 他心理不住地颤抖 他知道少青莹的做事风格既然他这样说 那绝对不是耍自己的 他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之前为了执掌少士 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但是当他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的时候 有些东西却又莫名其妙地来到他的跟前 这是真的吗 他下意识地就要向那支笔摸去 谢谢大家